朋友们给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猪蹄 猪脚 最近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小蜜蜂丞丞 你说冬天没啥事 在家能干啥呀 尤其是临近过年了 在家除了准备好吃的 那就是准备好吃的 真的 我现在在家除了就是平常接接单 打打包发发货之外 然后就是说说说说卫生 再就是跟我妈研究的 怎么做好吃的 这种就是好吃的 这种高端食材 我这个水平的人就不要上手了 我只配打下手 浪费食材 对浪费了 贴夹子都要少掉了 我妈又把我家的这个透气小窗户打开了 现在要把这个 其他的门都管上 因为这个一裸这个猪毛 这个味儿可哪飘 可哪飘 看这个 通通通的 来走 哎呀 还有这个了猪毛的味儿 我的天 这个味儿还挺香 你别说 我的妈呀 多难闻 多难闻 鲜气飘飘 哎呀呀呀 感觉油滋了 那个味儿出来了 都裸大了 你都搭着裸的 它那毛在那皮里头 都是那个什么 裸干净 是吧 嗯 你这个皮都烧出那油滋了 味儿 嗯 那里头也有毛吗 嗯 换一根 这种处理猪毛的方式就是最古老最古老的那种 拿着铁棍一烧烧红了烫 现在有好多就是有喷灯 好不好 用喷灯烤是特别快的那种 烤里边那个 肉皮里边 烤不透 再有一种就用那个沥青 嗯 涂上然后往外拔 咱们这边整的还是不够那种专业 像是那种专业整的那种 就是做熟食的 它们的我看老多用喷灯枯枯的就能喷 我感觉还是这样弄出来好吃 这样整出来干净 干净它的皮好吃 嗯 朋友们现在就是在我们农村到年根底下啥事没有 就是准备准备的食 嗯 因为从过年吧 一直到十五 二个二吧 一直到二个二左右吧 就基本上的天天吃 嗯 我上你家吃 然后人家上我家吃 就是这样的 窜来窜去窜门吃好吃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开始 嗯 准备点肉啊 准备点鸡啊 准备点什么 嗯 猪 猪蹄啊 猪爪什么的 这些好吃的留着 就是留在家里头 一旦来个企业来个客人啥的 就是不用出去现买嘛 就把这些食材留在家里头 所以就是 呃 一入 就是 一进了那个腊月吧 这就开始准备这些东西 嗯 然后过完了年 从正月就开始吃 天天吃 天天吃 呵呵呵 关门 这种原始的 方式 有没有勾起好多朋友的回忆 呵呵呵 以前农村的时候都这样 自己家杀猪啊 或者是买点什么猪 猪的这个东西 都是这么处理的 大铁 哦 大铁够 对 对 你看 怎么也这么干净 差不多 嗯 挺干净的 泡上 这种 烙完这一个的猪蹄就给它泡上 把这些 缺盒的就洗掉了 泡一泡再刮 看 在这边 都烧成这样了 哎呦啥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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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一泡 要不好弄 下一个 下一个 哎呀 这声音 有点害怕 最原始的食材 用最原始的加工方式 烹饪 烹饪出最原始的美味 咱家这两个大铁 大铁棍 留了好多年 就是年年 烙着个猪蚝 对 这两个铁签子 就是为了烙出猪蚝 烙猪头来 猪蹄儿来 猪耳朵啊 咱家吃猪蚝就是肘 对 肘子肉 肘子肉 糊着好吃 这几个猪蹄儿都裸完了 这东西吃好吃 熟识难熟 吃好吃 小时可以进口 朋友们 这个猪蹄儿 可不是今天吃的 这是买来 就是留着 正月 进正月的时候吃的 留着家里头 来个朋友啊 来个铁呀 留着招待客人用的 今天那颗结不得惨 今天只能过过眼瘾 尝不着了 朋友们也跟我过过眼瘾 等着的时候 再给朋友们看 始终都是过的眼瘾 也没吃着 有机会 朋友们来我们家吃吧 大家拜拜